这个三轮车都已经骑到这个海里面来了 这个沙滩比较硬 潮水还在退啊 再等一会的话就可以干海了 这下面应该是一个月亮背吧 我看见它这石头往里面进 跑的话特别快 哎 跑了吧 今天这个工具不是太顺手啊 不是吧 好可以 哎 在这 好又不是月亮背啊 这个大个粒啊 这个也可以吃啊 一铁锹给铲退了 这个也行 这个大石头刚才都很长很长了 这种石头 石头给它铲断了 好有这家伙跑的太快了 这个海洛克里面这是个 河土 不活了 哦 还活着 又往里面进了 这是把它当成家了是吧 我看这家伙有没有才艺啊 也没有 这个还挺漂亮的 给它拿着吧 那河豚不行 不要 现在这个沙光鱼的话都都比较瘦了 你看 都多苗条了 这都是没人要的这种鱼 现在 太太太没有肉啊 放在这边水里吧 放在那水里回头就游海里去了 这个海星都已经有点褪色了 这里还有一个 这种海星的话都已经 退长时间长了 太阳晒的话都有点褪色 但是晒干了以后还是 可以的 这个带鱼 应该在这个网上面很长时间了 哎呦 这嘴巴都喊破了 你看 哎呦 这个嘴都没了呀 但是还很新鲜 这种鱼的话身上都有一层气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 新不新鲜 这一看就出来了 这应该是退潮时间长 在这个网上挣扎的时间比较久了 这带着吧 现在这种小鱼特别多 这个鱼特别漂亮 但是它不耐活呀 这水蒙一不合适 它就不耐活了 这得些 不知道具体叫啥名 经常捡到 太小了 这隔头给它放了 这潮水退到这 走吧 游大海去了 这不是那个琵琶那个虾那个壳吗 这是谁吃剩下给丢了是吧 一点肉都没有 这壳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浑身都是刺 给它丢了吧 不要它 一目鱼这个窝莎的 功夫之子是太厉害了 看见了吗 哎呦 跟这个沙子颜色一模一样 我去哪看见它 你看 再来一个 展示 哎 哎呦 看不见了吗 这种鱼就是这么厉害 你要是不看见它握进去 你根本不可能说在沙滩上面找到它 抬到它才知道 这种鱼基本上就这么大个头了 就不长了 一条石斑 就进去了 啊 废了进去了 跑到这里面去了 这怎么办 进到这个石头底下了 我看见它进去了 我的天 看它用手扎我了 哇 这家伙 在这个僵尸区它 哎呦 哈哈哈 夹头就行啊 把这个石斑割头可以啊 过来看一下 这不行了 这退潮时间长这火力也不咋地啊 哎呦 快快 完了 哎不要 走 捅了 放到里 看这个孟雅罗吐的这个粘液 哇 都是啊 这个太大了 这个应该 时间特别长了 壳都晒白了 哎呦 哇这个 活力四世 不洗了 来不及洗了 哎 你不用洗 挤袋你 我要是洗的话就就没没啥歪头了 今天这个孟雅罗太漂亮了 这一个螃蟹是卧在沙里面 这是一个缩的蟹啊 哎呦 这个头还行啊 拿它的话得拿它这个屁股 不能拿它的钱呢 这是个工蟹 这个我带着 这个现在蟹子可费了 这个马上就要进去了 还差一点点 他应该是从这里走到这里 就这点路他得走 慢个点呢 我太喜欢抓这个孟雅罗了 哇 它的 它怎么吸的水这么凉快 外面的水热 它那个吃出来的水比较凉快 我感觉 这种蟹鱼身上这个刺扎手 手立马就肿了 现在这种小植鱼都没人要 不好吃 没有 好了朋友们 那个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海开始涨潮了 我是大庆啊 喜欢那个赶海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帮忙点个赞 谢谢朋友们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了